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一期的熊猫博士看世界 大家好 托托 春夏秋冬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冬天 雪 托托 那你相信即使不是冬天 海洋也会下雪吗 真的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神秘的海洋雪吧 太好了 我们出发吧 出发 托托你看 海洋雪正在不断地在我们四周缓慢飘落呢 哇 漂亮 这些细细的雪花正从上层有阳光照射的水域中降落 就像下雪一样 那它们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好 这里便是海洋雪的起源地 一群海豚正准备觅食 它们注意到了一群在海面的浅滩马胶鱼 为了安全 潜滩马胶鱼紧紧地抱在一起 像球一样向前游动 聪明的海豚进行团队合作 驱赶着它们向上朝着海面游去 而海面的海鸥看准时机 潜入水下抓取它们的食物 在海鸥和海豚的上下夹击之下 马胶鱼无处可逃 队形开始破裂 而这场狩猎也吸引了一群黄鳍金枪鱼 最终庞大的潜滩马胶鱼群残留无几 只剩下零碎的鱼肉和鱼鳞 你猜这些残屑最终会去向哪里呢 A.浮在海平面 B.消失在海水中 C.向下沉向海底 C.拖拖真聪明 答对了 这些残屑和排泄物 以及死去的动植物 只有一个去向 那就是向下沉向海底 而这就形成了海洋雪 对于海底的生物来说 海洋雪是它们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律师性动物 都要靠海洋雪存活 小朋友们 猜一猜 有多少海洋雪 最终会落到海底呢 A.很少的一部分 B.一半 C.大部分 B.一半 拖拖 你选错了 实际上 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海洋雪 最终会落到海底 但小朋友们 一定会对接下来这个数字 大吃一惊 因为即使是很少的海洋雪 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 海洋雪在海底 形成了一千六百米的淤泥 比两个上海中心 落在一起 还要高呢 哇 好深啊 没错 而海洋雪所占平地的面积 相当于地球一半的面积 哇 拖拖和小朋友们 我来考一考你们今天的探秘成果 海洋雪到底是什么 A.海洋雪是白色泡沫 B.海洋雪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微生物 C.海洋雪主要由鱼肉碎屑所组成 C.C.没错 海洋雪不是真正的雪 确切一点来说 它主要是由有机物碎屑所组成 包含已死或将死的冻植物 细菌 粪便颗粒 泥沙和尘土等 也是海底生物的食物来源 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学会了 我们下期见吧 再见 拜拜